外资越车越凶,罕见一天甩卖5亿马股 马股继续面临外资抛售潮压力,宗值早盘表现疲弱 截至上午9点20分报1541.57点,下跌3.39点或0.22% 截至昨天,19日,外资已连续5个交易日净卖马股 撤资额一天比一天高 外资昨天抛售了高达5亿令吉的马股 创下今年单日以来新高 五天累计净卖额高达11亿2100万令吉 散户跟随外资步伐 连续9个交易日卖出2亿5000万令吉的马股 机构投资者成为唯一接盘方 外围方面,隔夜美股三大指数均收涨 标普500指数在创收盘新高 市场正等待美联储的货币利率决议 而市场普遍预期美联储将再次按并不动 截至上午9点20分 马股成交量赞为4亿1911万股 成交值为1亿7139万令吉 全场有232只上升股 209只下跌股以及343只股平盘 阿波罗食品 Apollo 6432 主板消费股 18日公布业绩后股价连续两天上涨 暂暴7.30令吉 涨30新鲜或4.3% 为早盘最大上升股 一大资源 Ater 5208 主板工业股 昨日接获国家能源Tanaga 5347 主板公用股一项价值约4795万令吉的发电变压战项目 激励股价突破1令吉关卡至1.04令吉 涨幅为8先或8.3%至1.04令吉 创下52周新高记录